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Kennis 你好 去年10月Twitter收购了短片分享应用程式FINE 一直都有iOS的版本 但上个月终于正式登陆Android的平台 FINE的应用程式有什么特别之处 其实FINE本身是可以让大家把6秒的视频 放上社交网络的应用程式 特别之处就是你不可以用一个已经拍下的影片 放在社交网上 你一定要用手机的影片拍完 拍完之后放上去 其实确保的是真确性 你真的在用手机拍影片 而且6秒不是一个长的时间 那些人可能看惯了相片 觉得悶了 我要有些东西动一下 所以这个其实是其中一个特点 那些人是一个进化 不如立即和我们示范一下 如果我们开了FINE 那我们想找一些影片看 或者甚至乎自己想拍一些影片放上去 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WINDING的服务本身是Twitter买了的 大家最好有一个Twitter account 有一个Twitter account 你就可以登入了 登入了之后 你会发现有一个Feed 左上角 Feed就是现在比较多人看的短片 只要一旦看下去 一直都会播出这些 现在比较热门一点的短片 一开会看到 没错 然后你说 我不知道自己想看什么 你可以选择一个Explore 接着你会发现有一个Hashtag 所以Hashtag 如果大家用Twitter 你会知道 Hashtag 是表示了 每一种话题 就会有不同的Hashtag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话题 看不同的短片 在这里 然后你说 如果我自己想拍一些短片放上去 右上角有个好像CAMERA的标志 你一按的时候 就会跳到CAMERA模式 你跳到CAMERA模式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是没有按针的 那怎样呢 就是你按住画面 一路按,它就一路拍 拍足六秒 就会自己放上去 譬如说 我可以一路拍也可以 或者拍两秒 我转一转它 然后去另一个场景 我继续拍 也可以 总之拍足六秒的时候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process的程序 就是process完短片 process完之后 finish 就可以放上去Twitter 我们都拍了六秒片 接着怎样可以share出去给大家看呢 其实你现在立刻看视频 你会看到拍出来的效果 我刚才分开了两段来按 按完一段之后 就移过杯 再按一段 所以你会看到两段片在一起 然后你拍完之后 它经过process的程序 然后下面有个Next 你按一按Next 然后加一些caption caption的意思是 你对这个视频有什么说明 按完之后 然后take就可以了 大家还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你拍完片 你还想别人看到什么呢 都可以再加上去 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 不单只分享相片 还可以分享片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市场上也有很多其他程式 都在做这些事情 Instagram 大家很熟悉 就是分享相片的软件 但它刚刚都推出了 你可以share影片 是不是真的充着Find而来呢 其实是的 因为大家看到 Find背后就是Twitter Instagram背后就是Facebook 其实大家都是社交网站 大家的功能有些相似 Instagram有15秒 以及可以删除已拍摄的短片 以及有些类镜 就是它有些做到 有些些编辑功能的东西 反过来 Vind的方向性 会有些分跌 我自己会觉得 其实大家向着不同方向去发展 因为Vind 其实它没有给到一些 编辑功能 反过来 反而可能会更加真实 就是说 你拍出来 不会有些什么整过来的 有什么类镜类过来的 国欣真是这样的 其实可能反而更加适合社交网络 都不定 这些就可能 涉及个人用户用 真实的面子 放上去 但是以Instagram 譬如它拍的时间 又可以长些 它有多些的编辑功能 亦都可以发展成为 譬如一些商机都未顶 一些人可以拍一些宣传片 放上去都可以 是的 因为其实15秒 你想想一个广告 都是15秒左右 所以大家在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所以 虽然这个APP的市场竞争都很激烈 但是就看看能不能够 每人找到自己所属于的市场 今集麻烦Kendis上来和我们做了示范 潮玩科技到这里